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33岁的李沁和谭松韵同旷生徒 两人非常骨感好美 妥妥的幸福女神 这是李沁和谭松韵同旷生徒写真 两人都是33岁 光年龄相当 骨感好美 妥妥的幸福女神 对于李沁和谭松韵 你更喜欢谁呢 在娱乐圈 李沁和谭松韵是两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们都拥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 不仅因为她们的演技 还因为她们的个人魅力和独特的气质 李沁和谭松韵都是33岁 这个年龄的她们展现出了成熟 知性和魅力的女性之美 李沁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演艺圈 并在多部电视剧中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演技也日趋成熟 逐渐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而谭松韵也是一名实力派女演员 她的表演风格纯朴自然 能够深入人心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演艺生涯方面 李沁和谭松韵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李沁在《花千古微微一笑很倾城》等多部热门电视剧中的表现 让她成为了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她的演技精湛 能够自如切换各种角色 无论是活泼可爱的女主角 还是深情内敛的反派角色 都能够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谭松韵则在《甄嬛传狼牙榜》等经典电视剧中有出色的表现 她的演技淳朴自然 不服夸不作作 能够深入人心 让观众倍感亲切 除了演技方面的表现 李沁和谭松韵环都有着光鲜亮丽的个人生活 她们都是骨感美女的代表 保持良好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 与此同时 她们也都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李沁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许多与家人一起的照片和视频 展现出了她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 而谭松韵则是娱乐圈中有名的校女 她一直努力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和条件 李沁的演技精湛 能够自如切换各种角色 而且她的表演风格多变 既能够演绎活泼可爱的女主角 也能够诠释深情内敛的反派角色 这使得她在演艺圈中有着广泛的戏路 和更多的演出机会 然而 相对于李沁的多样化表演风格 谭松韵的表演风格则更加淳朴自然 她的表演更加注重内心戏和情感的表达 这使得她在塑造角色时更加真挚感人 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李沁和谭松韵都是骨感美女的代表 保持良好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 李沁的长相甜美可人 拥有着一张标准的明星脸 而谭松韵则更加偏向于知性美 她的气质温婉大方 给人一种亲切感 在外貌方面 两人的各有千秋 但是在个人魅力方面 我认为谭松韵更胜一筹 她拥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能够让人们不自觉地被她吸引 这种魅力不仅来自于她的外貌 更来自于她的内心世界 李沁是一个性格开朗 热情奔放的人 她喜欢与人交流 并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谭松韵则更加偏向于内向型性格 她不太善于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从她的微博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出 她也是一个十分有趣 乐观向上的人 在生活态度方面 两人都积极向上 乐观进取 但是谭松韵更加低调 她是一些 更能够在演艺圈中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无论是从演技 外貌还是个人魅力方面来看 两人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和吸引力 对于我来说 更喜欢谭松韵一些 她的表演风格真挚感人 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她的人格魅力独特 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切感和温暖 她的生活态度低调 她是 专注于演艺事业 更能够在演艺圈中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她是对于自己的演艺 是对于自己的演艺 是对于自己的演艺 感谢观看